感觉不正经 哎呦我他妈的啊 梦幻西游人均无级别的又一个无级别啊 每天上号都假装十个军火来骗我啊 骗我们进来啊 嘲笑你 结果反手就给我们一个耳光 一个140的锤子孤单的躺在行囊是个无级别 525除以3啊 再加上473 648 好648再加上12段15段宝石是125 这把武器773啊 5万左右吧 5万左右 10月6号出的无级别 牛逼 白板之日 也鉴定了好几年了 特选 没出过 野兽出过 2016年 我直接看你有啥无级别吧 行吗 别装了 找我鉴定10个军火的行囊或者藏宝哥一定有点东西我都我他妈都不好意思拆穿你直接装逼吧 无级别加放下啊 30敏捷 无级别加特技 这要是帽子 项链 鞋子 腰带 放下在腰带上也起飞啊 无级别放下图刀加五孔 单加敏捷 这个武器能卖多少钱啊 跟100的武器比呢 100的极限武器是423啊 但是咱们的虽然比他少了三点但是咱们的宝石可以随便打就是比如说可以打到14段啊13段 然后单加的话是30在109里如果特技武器极限是48啊但是他毕竟是光武造型嘛130的锤子能转化出很多造型 有人说几千块去你大爷的他没有放下图刀他一个无级别的不是几千块呀 你在有放下图刀的同时他的前提的是个无级别怎么还有人说几千块钱的呢我靠 他一个国标的135级别锤子他也是一个啊加敏捷他也是个三万多呀啊